大年初五的飞来横货还有宜兰这处民宅发生了气暴造成六个人受伤 东港这处民宅疑似因为热水器的管线太过老旧了发生气暴 当时声音大道连邻近的壮围乡民众都可以听得见 有住户一家人都被波及缝了好几针 而最小的伤患他年纪才不到一岁 不止气暴的民宅周边至少有三间的房子也被震到大门变形 连玻璃都被震碎了 住户回想起气暴发生当下还是心有余计 住户回想气暴当时还心有余计 因为碰了一身就像地震 整间房子都在摇晃 还有住户一家人受波及缝了好几针 最小伤患是年约一岁的幼童 我儿子是稍微轻伤了 因为后脑这边大概缝一针而已 老婆就大概缝了十一针 坐在客厅突然就爆炸声 那个玻璃就喷进来 这起意外发生在宜兰市区东港路一处民宅 25号深夜将近十一点 疑似热水器管线老旧酿货 当时民宅一楼陷入火海 狙烘火焰不断窜烧 消防人员到场就圆半个小时内控制火事 有可能是它的那个管线泄漏 造成了气暴 那气暴的点就在一楼 虽然火石已经扑灭 但气暴波及到邻近多间民宅 不仅有的房屋大门被震到变形 住家玻璃还几乎被震碎 亲都亲不完 很多了 我楼上还有还没处理的 真的 都是都是 严重气暴造成六人受伤 除了九十多岁的屋主 现在转院治疗外 其余伤患都已经出院 没有生命危险 过年假期深夜惊传气暴 索性没有酿成严重死伤 门窗玻璃碎落一地 住户只能期许碎碎平安 逢凶化吉 记者宜兰综合报导